師傅 你就把你女兒嫁給我吧 我會真心對得好的 爸 小維跟你說話呢 你爸你給啥去 我上廁所 爸 爸 小莉亞 是不是我哪句話沒說對呢 你爸怎麼不太高興呢 沒事他就那樣 你平時也能使用 你願意吸力氣啊 對了小莉 我給你爸買了一份禮物 也不知道你爸能不能喜歡 哎呀你別著急 是你買的他那麼喜歡 你等著等著我給你倒杯茶喝啊 你別著急沒事啊 我想想這老爺這脾氣這麼古怪 我買的東西能不能相處 對我得看看 媽呀 這月月不壞的吧 哎呀媽 這不當我事了嗎 不行 我趕緊再打電話 讓他混換一份心裡過來 喂 中山路育兵店嗎 啊 我是剛才在你那買月餅 買的藥盒那個人 我告訴你我來投訴你 你我剛才買的月餅是壞的 讓你老闆接電話 什麼 老闆不在 把他電話號碼告訴我 趕快 啊 好 喂 您好哪位 你是中山路育兵店的老闆嗎 對是我 我要投訴你 我剛才在你家買的月餅是高級禮盒 我回去一看 那個月餅是壞的 哎呀好 那個 真對不起啊 用不著我說對不起 對不起就完了嗎 趕緊給我換一份心裡過來 聽見沒 不是 我是確定一下 我們從來的店沒發生過這種事 您確定是壞了嗎 不 你說這話什麼意思啊 啊 我能額你嗎 多大的事啊 多少錢的事啊 但是我告訴你這個月餅你會不會當我的大事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這麼說 我就上網上查你家的弟子 我上你家門口 我天天做個蛋糕 我打你家玻璃 你信不信 那個 您前往別上我家來啊 真對不起啊 你趕快給我個解釋 什麼 這月餅怎麼可能壞你 肯定不是生產方面的事 是不是哥時間長了 不可能啊 解釋 解釋是不是 解釋就是掩飾 找藉口是一種最差勁的行為 你知不知道 對不起 對不起 你給我多說 你幫我多說 我可以等你結果 你這要 怎麼事 不可能 叔 你還是把你女兒嫁給我吧 嫁啥嫁嫁嫁嫁嫁 小偉啊你太沒有禮貌了啊 啥的了 你說你和小弟出對一下 你跟我打過招呼嗎 啊 眼瞅要結婚了 你來看我來了 是不是沒拿東西 啊 我都不看這口吃的 事不勝不吃 不是說 你那個我用完了 別別別別解釋 別解釋 我解釋就是掩飾 找藉口是最差勁的行為 你怎麼感覺說這句話是我說的呢 叔啊 你別生氣 你放心 你等我一會兒啊 喂 您好 我好什麼好 我能好嗎 啊 我告訴你 我就剛才給你打電話 我投訴那個人 您別生氣啊 我能不生氣嗎 你當我大事兒的 你知不知道 有你們這麼做滿賣 做滿賣的嗎 我告訴你 你這麼做滿賣的 你掙黑心錢 就你有兒子 你一輩子娶不上媳婦 就是你有女兒的話 你一輩子嫁不上去 你爛家 你信不信 你別生氣啊 你別著急啊 你別著急啊 不著急 我能不著急嗎 我都急上黃了 我都還不著急 你能當我的大事兒 我是幹啥 我是上我女朋友家 我出門兒來的 我告訴你啊 如果你說我這女朋友黃 我是你家 我就牛牛牛女兒 我拿給我丁安 你什麼時候 嚇一嚇 挖了挖了挖了 你幹嘛打電話呢 我來 您在嗎 讓您久等了 久等了 就剛才願意給你打電話 我願意給你湊罵了一頓 對不起啊 你用毛骨頭對不起 你趕緊的 把月餅我換份新的 你給我送到和平小區 和平小區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知道 和平小區有個花瓷子 還有個什麼加多堡那個牌子 你給我送到那頂就行 哎呀 好 離我這太近了 我馬上就過去啊 趕快 您先別料啊 快點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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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吧 我在呀 我到了 你坐火箭去的啊 到 你玩誰呢 你是不是忽悠我呢 啊 不不不我真沒忽悠你 我真到了 你到哪了吧 我到這個 花瓶的地方了 你有什麼標誌 右手拿個電話 左手另一個月餅盒上 喂 喂 喂 擁有 prod 阿貓 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